歡迎大家回到焦點視頻 妙手型衣的節目 今天這個主題 女生一定要留意 因為我們是講女士如何去補身 型型衣師 有沒有一些女生補身的妙方給我們 講到女生補身的妙方 我們很多時候 第一時間會想到雞這個食材 雞可以做到補五狀 以及補中益氣的功效 因此除了是平時來完月經可以喝 也會經常拿來給我們產後 或者採月的媽媽 甚至是懷孕中的媽媽拿來飲用 說到雞這個食材 我們便會想到要怎樣煮 除了可以加一些藥線 例如懷山、不其連子、磁石、杞子 這些東西可以一起煮湯之外 原來雞還有一個烹調方法 也是我們最近聽到最多的烹調方法 這個就叫滴雞精 想到滴雞精 我們第一時間便會想到 很多不同來自五湖四海的品牌 平時就買來馬上喝 但滴雞精我們平時都可以做到的 我們不如今集嘗試問Carlina 在一方面我們應該要怎樣做 其實煮滴雞精 都是用一個蒸滴的方法去做 你可以用傳統的方法 真的拿煲水去蒸滴的 但是現在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電器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很簡單用一個電飯煲就可以做到滴雞精 是不是想不到呢 真的想不到 因為我其實看很多的影片 做滴雞精的方法 其實很多方法都說得很複雜 但是我第一次就提 見Carlina 她介紹原來用飯煲可以做一個滴雞精 我覺得是比較驚喜 如果這個基本上是等同於015的一個方法 應該多或少也有些注意的事項 可以提醒我們 有沒有一些小提示給我們 令到這件事更加完美 有的 很多人喝滴雞精都擔心會不會很肥的 其實最重要的第一步 你買一隻雞回來之後 就要把它剝皮 剝皮之後 蒸滴出來的雞汁就會比較清一點 但是其實它還有少少雞油會殘留在滴雞精上面 那我們要怎樣做呢 其實你就把它滴出來之後 就放在碗裡 你可以放進冰箱 讓它冷卻 讓它的油在上面的表面營結了 那你就很容易可以用一個匙羹 把它剝皮走那些雞油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 就像啫喱一樣 你就可以把它切回方形一粒 儲存在一些小小的鴉 或者一些密實袋裡面 就放進冰箱那裡 有需要就可以拿出來翻熱飲用 嗯 哇 非常之方便 這個方法 嗯 那麼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那麼首先呢 我們多謝我 瑩瑩醫師來做這個節目的嘉賓 也都多謝了 Kalina來我們 妙手營醫的節目做這個主持的 下次再見 好 拜拜 焦點視頻 妙手營醫 今天我被人請了上來做主持喔 是啊 在我身邊那位呢 就是Kalina 是我們的美食的達人 另外呢 有我瑩瑩醫師呢 一齊來和大家分享養生資訊的 Kalina 你平時呢會喜歡煮些什麼食啊 平時我喜歡煮一下中菜啦 西菜我都喜歡煮的 最近呢我就研究了一些 關於養生的食譜啦 嗯 是的 會偏向哪一方面啊 嗯 因為最近呢 春天天氣很潮濕啦 那我都會著重煮一些去濕的食譜的 嗯 是的 那我都有看過啦 還有呢 你也有叫我呢 幫你在節目上面 分享一點點 一些資訊啦 是的 那你例如有這個 赤小豆 扁豆 鹽合的乳湯 是的 那這些呢 也是偏向清潔 去濕 去濕 健脾胃的一些食材 是的 所以呢 我們呢 就會從這裏想一下 最近呢 有些什麼問題呢 會比較多人有 例如呢 是濕疹啦 那從中醫角度來看 濕疹究竟是什麼呢 是的 那這個當然是由我來講 是的 那濕疹呢 首先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例如有些人的皮膚呢 是乾得來的 會粉紅色 有少少浮凸 會痕會脫皮的 這些我們都會歸來在濕疹 另外還有一種呢 就是鮮紅色 滲水 也都會含氧的 這一種的特徵 是的 所以濕疹呢 我們呢 會分成兩大部份 一個呢 就是偏向普通的濕 那一些呢 就會是有氣虛成分的 一個濕氣 運作不到的一個體質 另外一個呢 就是濕熱的 濕熱的人士呢 他們的濕疹呢 一般來說 是偏向鮮紅色 和容易滲水一點點的 營營醫師啊 我想請教一下你呢 其實如果有濕疹的人士呢 他在食物方面 有什麼要注意呢 是的 那當然呢 在食物的選擇上面來說呢 我們一般呢 就叫那些人呢 盡量少吃一點 偏向深溫的食物 例如有牛肉 羊肉 甚至雞肉 這些我們都可能 叫他們盡量少吃一點 是的 另外還有呢 就是濕的食物 是的 例如 如果以蔬菜來的話呢 我們一般就不太建議 那些人會吃香菇 就是我們所說的冬菇 是的 還有呢 就是一些容易聚濕的東西 例如奶製品呢 我們可能都會叫他 你盡量不要喝 是的 甚至豆奶也都可能不太適合 嗯 那仍然容易啊 那如果我平時每日習慣 早上做到的飲杯奶 或者飲杯豆漿的話 那我有些什麼可以代替呢 是的 那當然啦 如果我們從攝取營養來講 那一般喜歡喝奶或者豆漿的人呢 很多時候他們可能會偏向想 吃多一點點含有鈣質的食物 那我們可以在平時的午餐或者晚餐那裡 吃多一點點菠菜 這個也可以令到你鈣質提升的 另外呢 當然我亦都會知道 如果早餐吃東西的時候 你不喝杯東西呢 就會口掛掛的 是的 那如果你又有濕疹 又想喝一些東西的話 那我會推介各位喝回 我們平時最常喝的檸檬茶 是的 因為檸檬茶呢 它相對來說呢 它就沒有那麼滋你 因此呢 會比較適合一些 可能發緊濕疹的人士飲用的 是的 那Karina 那我們一期呢 會不會有些食譜呢 是適合呢 可以用來煮一下的 講到煮食這一方面呢 你就一定比我厲害了 所以我們就由Karina來介紹一下 好啊 那其實之前呢 都請教營營醫師 其實做這些去濕的時候呢 有什麼食材可以用呢 那他就跟我說呢 原來意米是一個非常好的去濕食物 那我就想了一個食譜呢 就是用這些意米 去用一個西式的方法 就煮一個好像燉飯那樣的 那吃下去的口感 其實就好像一些risotto 意大利飯那樣 那剛才聽營營醫師說呢 其實有一些蔬菜呢 我們都要避免的 那但是呢 有沒有一些可以代替到的呢 嗯 其實呢 可以用其他的蔬菜 例如是甘筍啊 或者是粟米啊 那菠菜剛才都說是一個很好的食物 如果對生濕疹的朋友 那如果是用這三種的食材呢 去煮這個營營飯呢 其實那個味道都非常好的 嗯 那今集呢 我們就多謝營營醫師呢 來到這個節目那裏 和我們分享這麼多的養生飲食的資訊 那我們下一集呢 就再請營營醫師呢 和我們分享更多其他的食療了 拜拜 歡迎回來焦點視頻 描手營醫 今天我們又請了營營醫師 和我們分享一下排毒這個主題了 大家好 我是營營醫師 阿Kelina 你好 哈哈哈哈 Hello 現場觀眾 是啊 沒錯 我是現場觀眾啊 OK 那很有趣的 為什麼會有排毒這個話題呢 那因為和阿醫師聊聊的時候呢 那我在想題目呢 那事源因為呢 就和這個太太 去到一個很出名的 蠻多的地方 那就是看看有什麼買的時候 她說很壯觀啊 嗯嗯 那我見到一排呢 大概是三米剩半左右 全個架都是那些燒 什麼排毒啊 燒X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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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水啊那些 嘩 那所以令到呢 我覺得一定要問一下醫師了 嗯嗯 那究竟排毒呢 中醫的角度是怎麼看這件事呢 就是排毒的東西呢 然後等運到 然後自然就會是排毒了 OK 是的 那理論上呢 排毒的東西呢 可以幫助我們呢 淋水啦 去濕啦 通便啦 這些情況啦 但是呢 因為坊間呢 通常說得排毒的產品呢 很多時候呢 他會偏向減肥 泥水 燒脂通便 這些功能的 因此呢 嗯 如果你只是拍那顆東西的話呢 你有拍過一天呢 那你就可以呢 很暢快啦 也是我們所說的排毒啦 但是如果你沒有拍過一天呢 那可能通常呢 又會做回一個結弓啊 或者水腫啊 這些情況啦 所以歸根究底呢 都是要把身系的機能 養好呢 那才是呢 黃到啦 當然啦 如果你是間中一兩次 大便不通窗啦 或者是呢 剛好那個月呢 有少少結弓的話呢 那你可以選擇在坊間 買一些相應的濕嫖紋來吃呢 去幫助自己通便的 但是如果你的情況呢 是超過一年或以上的話呢 個人都是會建議啦 找回相應的註冊營養師啦 或者註冊中醫師呢 去幫助你改善體質呢 會比較適合一點的 嗯 原來是這樣的 好 那我也想問一下瑩瑩醫師呢 其實我們 尤其是女士啦 經常都很想排毒啊 讓皮膚漂亮一點啊 嗯 又可以去濕化 令到身體健康一點 那其實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去吃呢 是的 那當然我們如果想要改善 阿Kalina呢 所說的一些情況的話呢 那我們呢 去選一些清熱去濕啦 淋水啦 以及通便的一些食物 去烹調啦 是例如呢 我們經常呢 常用的 粟米酥茶啦 即是拿些粟米酥來煲水喝啦 是的 或者呢 是拿些生粟燕米來煲水喝啦 這些也都有一個 嗯 淋水的功能啦 令到自己的水種可以快些去 是的 還有一些食材呢 可以推介給大家的 具有減肥燒脂功能的 山楂啦 荷葉啦 這些食物呢 都可以用啦 是的 那還有一些通便的一些食材呢 例如呢 藍不幸呢 這些也都具有通便的功能 甚至呢 我們可以適量地煲少少肉湯啦 令到身體的那個腸胃的 的餘動呢 的運作呢 更加上順一點啦 嗯 是的 那麼說到呢 吃這一部分啦 那我們當然呢 不少得呢 問回我們今天的主持Kalina 我們呢 近來呢 吃什麼好呢 嗯 那剛剛聽瑩瑩醫師呢 都講解了 有一些食材啦 我們可以用來煲湯水喝的 那我就可以介紹一個呢 非常之清潔和去濕有效的 一個養生茶啦 那就是用蘋果 生意米 熟意米 和粟米酥去到煲的 那令到那個味道呢 蘋果呢 又甜甜地啦 還有它的性質呢 都是溫和一點啦 那喝下去呢 會很清甜的 那還有都有一個非常之好的排毒功效的 那除了這個養生茶之外呢 另外有一款呢 就適合一些呢 坐在辦公室呢 不是太空閒煮食的意思啦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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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試一下 哈哈哈哈 那麼呢 大家就要準備一個那些燜燒糊啦 那燜燒糊呢 可以沖熱水下去呢 就令到那些材料呢 很快地去煮熟它啦 那我們就加這個熟意米啦 粟米酥啦 還有石合花的 那這三種材料呢 都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泥水功效的 那你放些材料下去呢 就沖一些滾水下去 那就一個小時左右啦 那就可以喝的啦 嗯 是啊 都挺方便的 這些養生的一些食材呢 都可以選擇給大家啦 那今集呢 就多謝瑩瑩醫師上來 和我們分享這個排毒的主題啦 下次我們又請他呢 再講解一下其他的題目給我們聽啦 拜拜